貪古沉悠 五陽性 宋先生 現在廣州市附近的鄉鎮 工商業越來越發達 不知道以前是不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鄉鎮 他們以龍桑為主 龍就是指耕田種米種禍 桑就是指養蠶種桑 但是現在又一改變 以工商業為主 所以以前很多 譬如說桑樹 現在都見不到任何的痕跡 哇 那豈不是很可惜 那你又不用太可惜 跟我來看看 嗯 鴻燕 剛才不是跟你說過不用灰心 桑樹成林的景色 仍然保存得很好 厲害 這一棵樹由廣東省農科院 核下的寶桑園 裏頭呢 哇 還保存桑基魚塘的景色 哇 這裡很有田園氣息 這麼難得來到這裡 快點進去看看 哇 宋先生 你看這裡多美 哇 真的很美 哇 宋先生 你看這裡 很大的魚塘 不單止是這樣 哇 後面還有這個桑樹 前面一排的就是剛剛剪了一枝的桑樹 最後一些就是未剪的桑樹 既有魚塘又有桑樹 就符合桑基魚塘 哇 紅燕 你看這塊桑葉多大塊 哇 是呀 跟我以前見過的那些都不同的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以前見慣的那些 就是樹枝 這個樹身又高又大 但是這個桑葉就很小塊 這個就是最近由農科院培養出來的新品種 它的特色就是桑葉大而桑子多 據說一畝可以生產三千斤的桑子這麼多 哇 很厲害 為什麼要培養新的桑葉出來呢 哦 時代不同的嘛 以前的人呢 是這個種桑樹呢 單一的目的就是把桑葉摘下來 這樣就養殘寵 但是現在不同了 不單只是用來做絲織品 同時呢 這個桑樹現在呢 可以說全新都是補的 現在這些新桑樹全新補 有什麼補啊 哦 真是啦 桑葉不用說就可以用來養殘 現在新鮮的桑葉啊 還可以呢 是用來炒菜食的 那至於說那些桑子呢 哇 用途又多了 可以製成這個桑果汁啊 或者是製成的紅酒啊 那至於說這些桑枝啊 桑樹皮啊 以及桑筋呢 都可以用來作為中藥用的 那所以呢 它全身都是補的 那再講這個桑枝呢 桑枝呢 又可以用來培植靈枝 而靈枝的下腳鳥呢 又可以用來是餵雞的啊 而雞的雞糞呢 又可以作為肥田鳥呢 是培植這樣的桑樹 形成一個循環的新的生態鏈 那麼就打破以前呢 是養殘重桑單一的傳統啊 咦 宋先生 這裡有台蘇絲機啊 這台蘇絲機呢 可以說是養殘積布必備的機器來的 在這個蘇絲機抽了這樣的絲之後呢 跟著呢就拿過來這一邊呢 的積布機了 你看呢 這台呢是傳統的積布機了 哇 原來抽絲魔鹼真是不容易的 當然啦 中國傳統婦女呢 其實呢 他們呢 貢獻的力量呢 相當之大的 古代呢 是藍間女職 男人呢 在外面是耕田 女人呢 在家裡裡頭都是織布 藍間女職呢 構成了中國傳統 農業社會裡頭 不可動容的根基架構來的